我觉得 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 他的眼神给到我的时候 也是说深深的爱上我 等等 陈伟廷你说清楚 你到底爱上了谁 从唱跳剧佳的舞台王者 到演技炸裂的实力演员 越过古剑奇谈 走过南方有乔木 陈伟廷的荧幕形象越来越饱满 今年他也即将在江苏映视跨链演唱会的舞台上 绽放光彩 荔枝从右圈 我们就是推开荔枝台幕后神秘小黑屋的大boss 大家好 我是陈伟廷 感觉很开心 因为我记得去年 跨年做完之后 就直接在后台 有一个告人 我形容他为告人 就是总导演 就是江苏跨年的总导演 本来跟他关系已经很好 然后他去年在后台 我唱完之后他在后台 就送我离开的时候 他说 我听我们明年见 所以就是他这一句话 就是我今年就是 我就知道他会打给我 结果他真的打给我 居然捡到一颗遗漏的彩蛋 原来早在19年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现场 陈伟廷就已经预定了来年的跨年席位 也是很充实 19年好像分配自己的时间 分配的效率更高一点 要有目的性的去工作 要拿下什么项目的 或者是想做什么的 或者是想筹备什么的 都在2019年完成 最大的收获是养猫吧 就是改变也是养猫 19年之前我是不喜欢猫的 但是2019年就是 我跟那只猫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是 我觉得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 他的眼神给到我的时候 也是说深深地爱上了我 2020那个FLAG 都是也是做回自己 对就是 一直坚持自己的初心 就是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 觉得不对的就不做 在新的一年 我的粉丝又老了一岁 对就是 挺可怜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看你的偶像都 都这么老了现在 所以对自己好一些 2020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即将到来 绽放在大众审美点的陈伟婷 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凑凑小手期待吧 我后期 做我后期